今天就是我們這個星期第二次 再跟秘書長開會 商討在4月29日之後的安排是怎樣 當然我們上個星期開完會之後 我們六個商會在星期二都有一個詳細的開會 去討論怎樣給一些意見政府 當時我們有幾個意見 關於打針我們就提議給政府 員工如果因健康不打針 他要申報 去做測試 這些測試不是拿瓶去做的 是要去社區去做檢測測試 第二件事 安心出行 我們都覺得很多我們的調查 五成的人客就有安心出行 五成就填紙製 所以我們都覺得如果完全是安心出行的 都可能會令到我們延長做生意 或者一張桌子 由四個多坐六個人 可能可以受惠的飲食業的店 可能未必太多 所以在這幾個大前提裏 今天政府就有一個回覆 我們聽到 他應該下個星期會有公佈 在4月29日的時間 在安心出行那裡 他都會接受我們的說法 員工不能夠去打針的話 他要做申報 他會做一個表出來 讓員工簡單些 不過當然他這個申報 都會說明是一個聲明來的 所以員工自己要負責任 當他說自己因為健康理由 不能夠打針 他要說 但是當然他要做這個核酸測試 第二件事去到安心出行 政府現在唯一肯 可以說放寬一點 就是15歲以下的人 如果有大人和他一起去食肆 他們就不用填紙仔 什麼都不用做的 因為他們又沒有安心出行的 那65歲以上的 如果他是沒有安心出行的 就可以填紙的 對不對 可以填紙 員工又打了針的話 相信在4月29日之後 食肆就可以將營業時間 這兩件事都做了 食肆可以將營業時間做到12點鐘 還有每台的座位 可以去到6個人 這個就是秘書長跟我們說 他是願意這樣做的 當然還有一個彈性 有一個彈性就是 也有一個選擇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做到10點 你仍然做4個人 剛才他說的員工打針 全部都不用做了 你繼續做你的核酸策制 不過如果你是要做長一點的時間 但是也有些客人可能是不肯沒有安心出行 的話 你就必然 他都給我們分開地區 來做這些生意 例如你有一間餐廳 可以一半的地方 就是可以坐6個人 還有可以做到12點 但是這些人客去得到你 讓他進去那裡坐 就必然要做了安心出行 這個動作 如果他們是不夠要寫小子的 他去到一個地區 只做4個人 還有做到10點的人 這個也是一個彈性 就是政府肯給我們 可以 人客有 就是變成我們剛才說 大概我們5成人 有安心出行 所以那5成的客人 就可以坐6個人 坐到12點 就是坐店鋪的一半 另外一半是沒有安心出行的 就只可以坐到10點 坐4個人 就要賣單 就要走 這個就是大致 就是今天政府跟你說 當然 當然還有一個是比較 大家都少少興奮 就是說 它會公佈如果人客是打了針 的話 那些的喜慶 有特別的宴會 它講宴會 包括擺生的酒 這些就可以 將人數 由20人 去到100人 你有沒有說錯 去到100人 當然我們在上個禮拜 早幾天寫封信給秘書長 我們都希望它其實可以將現在的宴會 20人去到50人 那它這個就不肯了 但是那個宴會可以去到100人的做法 它都有個條件的 就是一你要打完針 但是也都放寬給你 如果你真的因為健康 你又不能打針 就可能要在那個宴會之前 可能它下個禮拜會公佈 可能一天或者兩天前 你要做了一個核酸 而是這個核酸測試 是陰性的 那你就可以去這些宴會去做事 那這個也是有些彈性 給了我們那些沒有打針的顧客 可以去做核酸 那也都可以去做這些派對 當然這個也都是 我們所有員工要打針 這個是大前提的 不是說我們員工不用打針 只是顧客 所以員工打了針 是必然 除非因為他們身體健康的問題 是打不到針 所以我都在那裡呼籲 我們飲食業的員工 如果你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開足工 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安心 有一個安全感 在那個工作上 我都真是呼籲大家 要去打針 這個是在講第一針 但是當然到我們打第二針 再加兩個禮拜好像我那樣 那就可以 所以你到時還會有更多的放寬 有沒有問題 你食肆員工要打針 你是計第一針 對不起我真是聽不到你說的 食肆員工要打針 你是計第一針 還是預約做呢 還有首先說 如果健康問題 可以令作申報 要簽聲明 會不會有些法律雜誘 還有我經常議員 你自己可能都有一些建議 就是說如果不用安心出行 填紙仔的話 如果填錯資料的話 可能要有些認證 會上面都有沒有 這件事政府是沒有說說會采納 所以呢 我們是希望那個安心出行 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填紙仔那裡亂那麼填 是不是都可以幫到政府呢 因為我們覺得有刑責 那些人客就會配合多些 沒有的話 我們都有一些擔心 不過現在政府的看法就是 我覺得這一次的措施是足夠的 員工那個通常要寫一些聲明 或者一些聲稱的呢 就一定有一些責任他自己要負的 但是是不是要負到會有刑責 或者要坐牢 要罰款 我就都要看政府怎樣去想 但是他那張表他會寫出來的 是給員工自己去填 包括不需要醫生去證明 所以這個在我來說政府是做得寬鬆 但是也都希望那些員工真的 真的自己覺得健康有問題 那你只要填這張紙 所以就除此之外 就大概政府今天就是講這些的問題 鑫元想問一下做檢測那裡 就是如果打上做檢測那些 有沒有說現在初步談了 有多少日會要求做一次的問題 有多少 他暫時政府呢 我都覺得他是寬鬆的 都是在講14天 那將來他會不會收緊去做這個呢 不過測試就不可以用瓶去做了 都是要自己去到這些檢測中心去做的 那這個就是跟現在可以拿些瓶回來去做 做完去測試那個就是有些收緊用 但是那14天仍然在那裡 雖然我們提議我們肯做7天 但是政府就在這一方面沒有特別 太刻意地說好 做7天 他大概接受7天 免費來收費 我們現在沒有講費用 不過我由去年的8月已經跟政府說 我們高危 飲食業給我們免費 免費 免費 那他就回應了我 回應到現在 那他又不講我又不講 我就當他是免費的 OK 但我問請您說 您請問問 有要保護餐廳市場的工作 會否只能被拘捕 如果他們不被判斷 而不被判斷 而何必須被判斷 而他們不會被判斷 然後第二問題 是哪些市場 會失去客戶 當只有孩子和家人 可以被判斷 使用這個服務 OK 首先 什麼餐廳的做 是每天都會去當店 每天都會去和店 每天都會去買 操控 郭忠祥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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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證就沒有出世子 所以這個就是 你會不會是16歲沒有田 說你有大人帶著你 這些細節的東西 政府是給了一個彈性 你說那個員工申報會不會濫用呢 我有20多萬員工 我真的不敢說那個員工 都會很誠實地 可以真的打得針就去打 不打得就說不打得 這個必然的 不幸地我有20多萬員工 但是我是呼籲員工 你是打得針的就去打針 現在又不用錢 你問我我痛都沒有痛過 我打完針都不知道他打了 也有人拍了我的照片 為什麼被人打針都在笑的 有什麼法子不笑的 因為他跟我說會痛的張先生 其實他的針都拔得出來 你現在跟我說沒有感覺 我被打就打了 所以始終整個問題也好 我們是很多的食肆 很多的員工 我只是希望 我們的員工大家一起去打針 讓我們的生意可以回復正常 老闆也是這樣 管理也是這樣 我們希望大家 今時今日 是希望大家全心全意 大家一起去做好這件事 所以有沒有預計過 4月29日會有幾多 加上去降官這些做的條件 另外打針方面 是打了第一針 還是預計了打針 現在一直都在說打第一針 包括人客都在說打第一針 遲下我們都希望有些 譬如打麻將 我不知道現在秘書長 就會和一些表列的行業 我的表列行業 酒吧、卡拉OK 和這個鍾式夜總會去談 我也都相信他會和另外一些表列行業 例如麻將、天狗的 和一些桑拿、浴室那些 所以他在4月29日會一起去公佈怎樣做 到時我也都希望 那些表列處所可以做的事情 例如打麻將 我都有理由相信也都會去爭取 政府在開放給這些麻將館的時間 他的要求 也都希望他的同一個要求 開放給我們飲食業的麻將房 甚至唱卡拉OK 是不是我們都可以去做這些生意 這個就是 我們都要等他下個禮拜公佈了 我們才可以去跟進 市長有沒有預計 例如都堅持到業務去房 在公佈之後 我沒有得預計 我想政府又要看 我們業界又要看 其實去到尾我們都要看細節 那些細節能不能夠做到 如果真是成效不張 政府會不會放寬一些呢 或者疫情是繼續 都是零的 譬如 政府又會不會放心可以放寬一些呢 我想政府是 我們每天都看著這些數字 不希望因為放寬了給我們飲食業 或者給一些表列的行業 就影響了疫情 我們飲食業也都是全力配合政府 也都不希望我們因為做生意 是令到疫情惡化 那我們是配合政府 在有經濟環境之下 我們也都應該要全力去抗疫 想問多樣的 就是員工打了疫苗 如果可以放寬到處所營業時間 會不會放寬到現在每14天 要檢測一次的做法呢 現在我們還沒講到這裡 因為老實講大家都看到 現在全香港都是百多萬 但是我20萬員工 我想如果照數去做比較 那我們都是打第一針 加上第二針 可能只有兩、三萬人而已 但是當然如果政府 是遲下都會多些 大家都會做到兩針 我相信在這一方面 我都會跟進 都不希望那些員工打了兩針 又加上兩個禮拜 還要去做測試 這個事實上對政府 有沒有好處呢 因為它都是給免費的 那些工作人員要去做多些事情 而且始終對員工 你怎樣鼓勵他去打針呢 其實不用做測試 都是一個好的鼓勵 OK 剛才就說 打針 就要做核酸的檢測 現在是來自14天做一次 還是好像有消息 可能要縮轉到3天做一次 我們今天沒有聽到 我看到那張報紙 今天有寫 我都有看那張報紙 不過今天是完全沒有講 這個會去到3天 甚至我們提出來的7天 我們提出的7天 去做中心去做測檢 今天都沒有提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它是會維持14天的 4月29日是落實的措施還是公佈 4月29日 我想它會公佈 如果看過往 它可能等到4月27日行會 開了會 行會聽完 同意 我相信政府 就會在可能27日的下午 或者晚上就會公佈29日的做法 這個是我看回過往 我沒有特別消息 我又沒有看到一些文件 是講這件事 去跟你們講的 OK 剛剛有個大眼性 是餐廳可以劃分地方 就是一邊可能是4個人 一邊可能是6個人 其實有沒有說 這些餐廳 都一定要符合了6個人的規定 才可以劃一個4人區域 還是如果4人區域那邊的員工 是否一定會跟蹤6個人的規定 不是 其實那6人說你可以坐到的 不是一定要坐6個 你坐3個可以不可以 我3個人 我們打了針 我3個吃到12點是可以的 現在但是那個起點 是必然要員工打了針 員工不打針 沒有事情會發生的 都是走4個人10點 沒得談 員工打了針 除了那些 申報了自己健康理由 打不到 那些員工那間店 就當是打了針 然後他們要做核酸測試 那你就有條件 如果人客做了安心出行 那你就可以坐6個做到12個 另外想問 食肆換氣那方面 增加每小時六次 都是下個禮拜 墊子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多於下個禮拜的 因為去到5月1號 但是今天我們不是在說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希望不要分散 不過大家都知道 其實立法會 遲下都會有個特別會議 何俊賢議員都叫了個特別會議 是說這件事情的 那我相信業界是會關注 我那天都應該有別的會議 不過我都會出現去跟業界 在這方面會去講他們的看法和意見 到時再跟你們談 OK 麻煩你 請問你怎麼知道 那個乘客有沒有打擊的 怎樣知道 那個乘客 他現在政府在出一個APP 出一個APP給我們 其實上次介紹了 現在還是優化著 也都會有些不同的色 就是好像張宇人那樣 打了兩針 加兩個禮拜 可能兩個不同色 那你打了一針 又一個不同色 那我們有個APP 可以拍一拍 就知道你們 是不是可以坐六個人桌 吃到十二料 那如果你六個都是 如果你有兩個不好的 那就真是對不起 除非你那兩個 好像我那樣 六十五歲以上 就可以寫字仔了 這個就是那個彈性 好嗎 謝謝